各位觀眾朋友,請看下一個小熊的影片 請看下一個小熊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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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熊 今天要來開始做這個 Adreno第三章的課程 那第三章 主要是要講 有一些周邊的 像是模組啦之類的 比較簡單的模組或者是零件 那今天就從這個 光明電阻開始 光明電阻 那光明電阻顧名思義就是一種電阻類的東西 然後他會受到光的影響 而改變他的阻值 那我這邊有準備一台電錶 然後我們就來量測 看一下他的阻值的變化 那現在呢在有光的狀況下呢 他量出來的是 5.05KΩ左右 那這時候當我把光線遮住的時候 他的那個阻值呢就會往上升 我們就可以透過電阻分壓的方式呢 將這個分壓出來的電壓輸入到這個 類比輸入 那去讀取這個值 好再來就是 Arduino開發板麵包板 然後光明電阻 再來是LED 跟兩顆電阻那 上面這顆10KΩ的電阻呢是要給這個 呃 光明電阻做分壓用的 那下面這個330Ω的電阻是要給LED 做線流電阻 好那現在就是要來接線 好那我 先接這個光明電阻 然後光明電阻 再來 串一顆 10KΩ的電阻 接在右邊 再來是LED 那LED的負極呢 接到電阻 好 那再來 好先說一下LED這個電阻呢 再提醒各位 這是330Ω 這是10KΩ 然後準備一些跳線 那我先將這個電源的部分 接出來 護符就接到紅色的 GND 接到藍色的 這樣 再來 再來 這330KΩ的另外一隻腳呢 我們就接地 好 那麼 再來是光明電阻上面這一隻腳呢 接到 5V 那10KΩ下面這一隻腳 接地 OK 再來 LED的正極呢 放在右邊好了 LED的正極 接到 第3PIN 我們待會會使用第3PIN 跟第13PIN 那第13PIN因為 板子上面有 就是 他們 開發板上面有內建的LED 所以我們就用內建的LED來顯示 那我會用到第3PIN是因為我會使用 待會 就是範例會使用到PWM 脈衝寬度調變的功能 那如果各位對脈衝寬度調變 還不清楚 沒有聽過的 在畫面右上角會 貼上連結好 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再來 光明電阻跟 這個10K電阻 接在一起的這隻腳呢 我們接出來 接到A0 好 這樣子配線就完成了 那我們接上USB線 OK 再來我要 開始寫程式 那我們要先來設定 我們用到的 IO角位 我們會用到 A0 那會也會用到 第3PIN跟第13PIN 好那我就要來設定 那我先設定第3PIN為OUTPUT 再來 是第13PIN 也是設定為OUTPUT 再來是第14PIN 也就是A0 你可以在14這邊直接打A0 個人習慣問題 打上INPUT 因為它是輸入 要做類比的輸入 那如果各位 呃 最好是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 因為這些宣告呢 假設你之後要再換 IC 或者是換開發板 或者是換其他的腳位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改這樣的數字 那其實 如果你下面很多的程式中 都有用到13、14或3 呃 你要一次要改的地方就會很多 所以呢 呃 各位 最好是養成一個習慣 如果你今天的程式 是會繼續擴張的話 就是繼續會增加其他程式進去 讓這個 可能變成一個系統很龐大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就是在前面 要用定義的方式 DEFINE DEFINE 那定義這個第3隻腳呢 是 我就叫做它PWMLED好了 然後空格 這個不用等於喔 等於3 也不用分號 這定義的部分是不用 等於也不用分號的 那麼再來是 DEFIND DEFINE D BOARD LED 是第13 然後 這些名稱各位就是看你自己的習慣啦 自己是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DEFINE ADC INPUT 等於14 好這樣子 那麼我就可以把這個裡面的3 13 13 跟14呢 換成這個英文的 名稱 好 再來 今天呢我要來讀取 這個 類比輸入的 數值 各位如果不熟悉類比轉數位或者是沒有聽過的 朋友呢可以看一下畫面右上角的連結 好去學習一下 好 那我要在前面呢再新增一個變數來存放這個類比轉數位的 數值 就叫做Value 那預設值為0 那麼這個 變數呢 Value 就會等於 Analog Read 就是讀取這個類比 輸入角位 那我就是用這個英文的代號 這樣 好這樣子他就會把 類比轉數位的數值呢放到這個Value裡面來 那麼 我們剛開始先做比較簡單的 好簡單的就是 他抓進來了之後呢我們就去判斷這個值 如果這個Value 大於 我們就取個一半 512 因為 讀取進來的值呢會介於0到1023之間嘛 所以 我大於512 就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沒有大於512呢 又做什麼事情 好 那各位要清楚一件事情 這個分壓呢 當這個光明電阻 照射的 被照射的 亮度越亮 他的組織越小 那上面這個的組織越小 呃 代表這個分壓 出來中間拉出來這個分壓的 電壓值會越高 那我們今天要設計的題目是 呃 當 光線沒有的時候呢 那個LED會自動打開 那 當光線 充足的時候呢 LED會關掉 所以通常 這個電壓變大 代表現在是有光線的 所以 如果他大於512 代表現在是有光線的 所以我就DIG ITL 就是要把這個LED關掉 Digital Writ 然後我先控制這個 板子上面的LED 第13pin Digital 要關掉 Fail Fail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這個 Law 好 我直接打在下面的範例 下面打這兩個範例呢 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意思 我可以用 註解掉 你可以打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打這樣子 好 意思是一樣的 那相反的呢 呃 如果光線不充足 他就會跳來下面這個 else的 呃程式 那這邊就要寫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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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用下面這種就是 Hi Hi GH Hi 或者是 1 這樣 好 那麼我先上傳看一下他的效果 現在呢我上面這顆紅色LED呢 是還沒有用到的喔 我只有用到下面 呃這個光明電阻跟板子上面的 LED 好現在已經上傳完成了 那現在板子上面的這個L 就是這顆LED他是沒有亮的 好 那當我今天手呢去遮住這個光明電阻的時候他就會發亮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 那 各位呢可以去 可能變更這個 比較值 好 那他就可以 就是在不同的 亮度的時候 他就會開啟LED 好可能你今天稍微暗一點 他LED就打開了 或是稍微 就是要再更暗一點 LED才打開 就跟這個值有關係 所以 這個值越大 呃代表現在外面的亮度越亮 那值越小代表現在外面的亮度越暗 這樣子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呢是 另外一個LED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透過PWM來控制 也就是今天 呃外面的亮度按到什麼程度之後 在開啟LED之外呢 你越暗 這個LED就會越亮 好 那麼 我會在 下面這邊 再打程式 好 那麼我會用到 if 那如果這個value 如果是小於我看設定600好了 那其實這個if跟else呢 就是 都跟上面的會是 一樣的 這樣子 就是都用到if跟else來判斷這些事情 不過 呃這個裡面的這個是相反的 因為上面這個是value 大於512 那下面這個是value小於600 所以這個 會對調 就是 因為像 我上面這邊呢是 讓LED關掉 那下面這邊是讓LED開啟 那如果你今天大於 跟小於這樣子去做對調的時候呢 就變成 你要把 呃 LED打開的部分放在這邊 LED關閉放在這邊 好 所以我就 因為我要使用類比輸出嘛 所以我就是 analg analog write writ 那麼這個是第14pin 喔 上面這邊有漏掉一個東西 就是要把這個 board的LED呢 放進來 不要用數字 不然你看我現在改這個很辛苦喔 我今天如果要換port的話也很辛苦 就是要一個一個去這樣子改 那如果有用這種 文字代號的部分呢 我只要改上面這個數字 我要換到第12port第11port 在這邊直接改數字就可以了 就會比較輕鬆 好 再來是 PWM的LED 然後下面這邊呢 是要關掉的 所以我就是 給他0的 邁從寬度調變 LED就不會亮 好 再來上面這邊呢 一樣是使用 Analog write 這樣 再來是 第 就是 PWM LED的 IO 然後呢 我這邊會再搭配這個 Mapper Mapper Mapper就是主要是把你的 一段範圍轉換成另外一段範圍用的 那如果 各位不清楚呢 也可以參考這個 我之前錄的PWM 邁從寬度調變的課程 在右上角都有連結 好 那麼 這個裡面要放什麼呢 這裡面總共有五個參數 第一個就是 你輸入進來的數值 這個value 它會介於 0到1023之間 所以你要把0跟1023 先告訴這個Mapper的 程式 再來你要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0到25 因為 Arduino 它是 就是輸出的PWM 就是0到25 來控制就是 按 如果按照LED來講就是 最不亮跟最亮 那當然這也要看你的 LED跟 正負極去怎麼搭配 對 好 好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上傳 OK 那現在已經上傳完成了 所以原本的這個板上面的LED呢 是沒有沒有影響的 那再來就是 紅色這顆LED 當我光線就是稍稍的就是 遮住 這都遮太多了 好現在遮住它是這個亮度 那當我的手越來越近 各位有感覺到它越來越亮嗎 好像太多光源了 我先關掉這個 台燈的 這樣就有感覺了 我現在手慢慢的靠近 那它就會越來越亮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應用 就是一個 透過光明電阻來讀取現在環境的光線 然後來取決你到底要不要開啟 可能 如果你今天要改裝你自己家門口的燈啊 那它就是晚上的時候會自動亮起來啦 或是之類的 好 那各位如果覺得我的影片不錯呢 記得幫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like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的觀看 aster提案 著什麼 Bloomberg 前一旅 詞 20